欢迎家伟的家长 谢谢您今天和我在一起 我叫Venita Scott 我是iReady的培训专家 也是我今天将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学生在做第二次iReady的测试 应该做有一些哪些预备的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第一次的iReady测试 已经有结果了 那到底现在有些什么事情将会发生 并且我们根据上一次的测试结果 我们发现了一些什么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准备做第二次iReady测试的时候 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家长去留意的 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会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联系我们 这里我今天一样的事情需要 就是恭喜各位的iReady的家庭 恭喜学生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第一次的iReady测试 那特别这次是在家里头举行这个测试 所以我们知道各位的家长对学生的帮助 我们十分的感谢 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做这个测试 那我们首先要恭喜您 那在这个屏幕上呢 我们看到学生当他们完成这测试之后 他们会有的看的荧光幕这个这些数字 那这些呢就是基本上就告诉我们 他做完这些测试 他的水平在哪里 那如果说他想要看到 这边是在幼稚园到二年级的这些学生呢 就不会看到这些分数 他们只是可以看到这个iReady测课的这个屏幕 那如果说想要看的话 也可以在这仪表板 在MyProgress这边查看 那在从这仪表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学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测试的日期 并且他有这个水平表 显示学生他在他的这个年级这个水平 是应该是多少分 那这个学生他在这里 他是达到多少分 那如果说还有就是另外其他的资料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的 在他的有哪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 我们希望他可以有所进步 那他有多少的差距 并且在旁边这边也有讲 把不同的领域在数学不同的领域当中 他达到哪一些的结果 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四年级 还有他的有一些是三年级的结果 那当这个第一次的测试完成之后 我们知道全美国有超过一千万的学生 完成了在iReady的测试 透过iReady这个整个的在家里头做这个测试 我们看到的有些结果跟以往的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么样不一样 我们看到幼稚园到二年级 根据这一次的测试的结果 还有以往的测试的结果 显示幼稚园到二年级的学生 他们的成绩是非常的有很大的差异 那我们知道透过不同的学区 跟我们显示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一些低年级的这些学生 他们在家里头有家长的帮助 或者其他人的帮助 所以他们可以就是成绩会比较不一样 跟以往的在家在学校里都做的这些不一样 那三年级到六年级呢 我们看到他们是虽然他们的差异也会有一点点 可是他们跟我们预期的这些结果是一致的 那七年级到八年级的在全国来讲呢 是非常不一样的 差异也差距蛮大的 当学生完成测试之后 他们将会看到他们的这个仪表板就会显示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是幼稚园到二年级 一个是三年级到八年级的仪表板 那不管是老师分配给他们的功课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必修课也好 都会在这仪表板里面去显示 根据他们的程度 他们的年级他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一个幼稚园到二年级的学生的仪表板 跟三年级到八年级仪表板不太一样 三年级到八年级我们可以看到 老师有分配三课的功课给他 唯一的同学他们可以切换现有的功课 或者是需要提交可是过期的功课 二年级到幼稚园到二年级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两节课 当然他们可以按这个蓝颜色向下的见尊 他可以看他其他的功课 两边都有这个my path 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路线图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在下面的话 这些导航的也是一样的 在这边他可以看到 每天他们有多少分钟 做了多少分钟的功课 做了多少的课 对了多少课 然后也可以看到 他们需要完成的课是怎么样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学生 每一个学生在一个礼拜 他们可以用30到49分钟 做这个线上的这些 在iReady在线的功课 那然后呢 他45分钟大概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些时间点 那就是45分钟数学45分钟的阅读 我们不希望他在同一天完成这个45分钟 我们希望他用一些短的这些时间点去完成 那不单只他在线用这个iReady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完成他的作业 70%或者以上的作业是完成的 那我们要看两方面 就时间他需要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是他的课题他的作业也需要去完成 就两样东西都要同时的去可以完成才可以 那家长可以在my progress去看到他的进度 那当然老师也在常常去观察学生他们的进度在哪里 他们做了多少分钟 然后他的作业完成了百分之多少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刚才又讲到完成了第一个评估测试之后 得到一个奖状 那然后呢我们也讲到到底全美国发生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状况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我们会讲到我们怎么样去帮孩子去预备 第二次测试 我们现在有个简短的视频 请大家观赏 好这位呢是Mark 那首先呢他是其中一位iReady的培训的专家 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也是一个家长 他有两个孩子现在在家里头 那所以他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负挑战的这些时间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可是他希望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做最好的这个测试 在家里头做这个评估的测试 到底什么是iReady的评估测试 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拿到最好的测试的经验 怎么样去让我孩子有一些推动力 怎么样去观察孩子 并且怎么去知道这些题目已经完成了 测试已经完成了 一共有五样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知道iReady的评估测试 跟一般的传统的测试是完全不一样的 学生将会以他们自己的能力作答 在阅读或者是数学科目 他们会回答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 iReady的这个系统将会转交给老师 以便老师可以知道怎么样子帮助学生 他们可能有50%的答案是对的 50%的答案是错的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以他们自己的能力作答的 如果说有时候他们可能有点沮丧 问题可能比较难 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 没有关系 在这个时候 请您跟他说 只要他们尽他们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就像他们在学校一样 他们自己要做他们自己的功课 家长是没有办法去帮他们的 那请您在这个时候 也跟他说 请他自己去寻找这个答案 因为家长是没有办法去帮他做这个回答 让他去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答案 因为我们这个iReady是没有成绩单的 而这个系统把学生所做的这些答案 处理好之后 就可以依据学生本身的水平去给一些课题给他 如果说他们不是以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作答的话 系统将不会知道 并且会可能有一些更难的题目给他们 那这样的话老师将不会有一个正确的讯息去分贝 帮他们做他们的以后的这个课程 好 现在我们看看怎么样去预备他们第二次的iReady的测试 有一个好的挑选好的时间好的地点 我们每一科目大概是平均要45到60分钟左右完成 那我们建议是分小段大概15到20分钟一个小段 不需要同一天做完 因为如果说他还没有完成这个测试的话 这个系统将会知道他们在哪里还没有完成 他们可以在下一次登录的时候可以再继续再做这个试题 那必须我们也要挑选这个地方是需要安静的远离一些干扰 我们也要知道他的系统 他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登录正确的登录的讯息 老师会分给他们那然后要看一下这个系统是不是可以运作的 是不是正常最好是有一个先检查这个系统测试一下 并且看看这个如果说要耳机的话 这个耳机是不是可以一起配合 并且预备一些纸跟笔 当他们做算数题的时候可以做这个算题 并且也可以做一些笔记 那我们也要跟他们孩子去 跟得下来最后一件事情呢 就是他们要参加这个评估的测试 在评估测试之前我们可以跟孩子先沟通 鼓励一下他们去做这个评估的测试 那也要说明一下为什么那么重要 去做这个进行这个评估的测试 因为如果说不这样做的话呢 这个老师不会知道他们的能力在哪里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也要告诉他们 他们要进他们的最大的努力 为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不这样做的话 他们的课程 以后的课程 他们可能觉得太容易 而且很无聊 那并且呢 也要解释一下 到底这个测试是怎么做 因为他们这个测试呢 就是会先难 然后呢会容易一点 然后再难 然后再会容易一点 那如果说他们不知道答案怎么样呢 只需要他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做这个做答就可以了 他们挑选他们最觉得最正确的答案 那我们在这个iReadyCentral.com这里呢 有很多的资讯给家提供给家长 可以在这里去寻求一些答案 并且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提醒低年级的一些家长 可以让孩子去熟悉他们的电脑 或者是iPad 跟他们一起去练习 那也要确保他们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个鼠标 如果说电脑有触屏的话 怎么运用他们的手指去点击那些答案等等 我们最要紧的就是知道这个评估测试并不是没有一个分数给他们的 那在观察他们同时呢 我们要提醒他们 他们做算数题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纸笔去解决他们的这个答案 我们在观察孩子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如果说他沮丧 或者是他突然之间做得很快的时候 在这时候请他们休息一下 非常重要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帮助孩子做这个评估测试 一个点头一个摇头都可以让到这个测试结果不一样 记得我们这个测试是测试孩子的能力 不是您您知道什么您的能力是怎么样 那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是要提供最好的给孩子 那在这时候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 好像在学校一样 老师也不可能提供任何的答案给你 那如果说他们真的不知道答案的话 请他们务必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去猜一个他们认为最恰当的答案 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 那我们也有一些资讯 您可以在Family Checklist第二页去找到一些资讯 如果说他们做这个评估测试的时候 屏幕上就可以看到他们完成测试的时候 将会有这个图案显示 就说他已经完成这个测试了 在这个时候 您也可以透过本班的老师 去看孩子是不是已经完成他们的评估测试 也在这里提醒孩子可以登出他们的Iready的网站 好 在这里 我们恭喜您已经成为我们Iready的专家 感谢您的宝贵的时间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Iready的大家庭 刚才Mark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怎么样帮孩子去预备第二次的Iready的评估测试 我们一些的主要的想法 希望您真正可以记住这个问题的所在 有一些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很难 有一些很容易 到最后这个系统将会调整到孩子 他本身可以接受的年级的水平 以至以后他所接受的课程更适合他 那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恰到好处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可以问 就是说我可以帮我孩子回答一个问题吗 那您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幼稚园到二年级的这个评估的结果 差异非常大 那我知道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很难的去拒绝孩子去为他们提供任何的帮助 那可是呢 如果说您帮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的话 他下一条的问题可能是更难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有适应调节的这个系统测试 所以呢 有些问题难 那然后他会有一些问题会容易 会找到孩子的本身自身的水平 所可以接受的程度 如果说您帮他们的话 那老师将会收到的是您的测试的水平 不是孩子的测试水平 那同样的记住 我刚才所提到那个报告 那有一些老师他可能看到的只是您的答案 还有呢 他会影响学生他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指标 这个是完全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孩子呢 可能他需要再次去做这个评估的测试 因为跟他本身在班上所表现的不一样 那而且如果说您这样做的话 他的网上的这些课程可能更难 如果说你帮他的话 他可能做的问题是更难了 那我们希望您可以挑选一个恰当的时间 那记得这个是45到60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课题 那我们希望您可以把它分成小段 大概15到20分钟的左右 然后挑选一个恰当的地点 让他可以免受其他的干扰 以及他可以专心的做这个iReady的测试 还有要预备他一些文具的供应 值啊比啊然后测试一下他这个系统啊等等 好了在这个时候那还有您如果说需要其他的帮助的话 我们在这里有比如说一个family resource 这些还有一个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你去哪里去寻求帮助 大家在屏幕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 iReady的family center 那这边呢就是可以知道 这个在家里头做这个评估测试是怎么样的 在这一个网站 您可以知道很多资料 关于怎么样可以帮助家长 很多资讯 什么是iReady 有一些常见的问答问题等等 那并且还有一些简短的视频 可以提供给您在家里头随时观赏 有任何关于这个iReady的事情的资料 都会在这个网站里面可以找到 有很多工具可以提供给家长 练习啊等等很多的资料 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提问的话 以下我会告诉大家 我的电子邮件的地址 可以随时发电子邮件问我 这个就是我的电子邮箱 您可以随时的发电子邮件给我 提问您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家长 谢谢您宝贵的时间 再见